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更不容易过来 国内企业开出了实习生也有 今天可以领一个月三万元 但可不是人人都领起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0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这两天全台湾各地的天气 是明显回温了 不过早晚依旧偏凉 像今天最低温就出现在新竹 只有15.1度 而温差这么大就更容易生病了 加上进入了流感的高峰期 为您统计从10月份到现在 流感重症病例达到了71个人 其中5个人丧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染病的重症患者当中 只有一个人打过疫苗 也就是说 其余的患病患者全都没有接种过 提醒您 疫苗施打后还需要等上两个星期 才会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因此还没有打疫苗的高风险族群 务必要抓紧时间了 小妹妹勇敢接受疫苗施打 防疫医生带自家孩子一起接种流感疫苗 今年三岁以下幼童 施打疫苗量约有17万剂 比去年同期少了近5万 医师呼吁流感病毒对幼儿有一定威胁 家长一定要带着孩子接种疫苗 流感病毒它的毒性就有可能会造成 侵袭性的这种感染 像是肺炎 脑炎 心肌炎 有时候这个病程变化会非常的快速 10月起已经累积71例流感重症和5例死亡病例 上周又新增15例重症 还出现一名死亡案例 证明90多岁女性本身有心血管疾病 今年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虽然医院给予紧急治疗 还是不敌病毒威胁 11月上旬的时候 一开始是有一些发烧跟咳嗽的症状 然后在隔天的时候出现有呼吸喘的情形 那当时就到医院就医 那确诊是有感染H3N2 在入院的隔天就不幸的过世 疾管署呼吁流感高风险族群 还是要尽快接种疫苗 要是出现呼吸困难 缺氧或胸痛等流感威胁征兆 都要立即到医院检查治疗 戴爱新闻范秀仪 李健宽 台北报道 小宝宝平均4到6个月大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吃副食品了 而很多的育儿相关书籍也都会提醒您 副食品一刚开的时候 要避免让小朋友吃到像是鸡蛋 坚果类比较容易导致过敏的食物 不过现在长根的医疗团队 就颠覆了育儿的尝试 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 发现了如果您让一岁以前的小孩 着量适度地吃多样化 比较容易导致过敏的食物 好比说是鸡蛋 反而可以提高小宝宝身体的耐受度 长大之后可以降低过敏的几率 一口接着一口小朋友吃得津津有味 从6个月大以后除了喝奶奶 不少家长会开始为孩子吃副食品 但食物选择限制还不少 有些食物就比较容易过敏的 蛋白 对 然后还有牛奶 然后还有像那个蜂蜜是一岁以上 然后花生好像也不行 像是有一些什么羽虾 像虾子之类的我都不给它 根据基隆长根医院在地调查 家长对容易过敏的食物选择相当保守 有8成5不敢喂食花生 3成7会避免吃到蛋白 甚至有少数的孩子在一岁以前 竟然不曾吃过水果 但现在有研究显示 提早吃反而能抗过敏 小朋友的那个免疫系统 在肠道的部分呢 在刚出生的时候应该还不太成熟 所以如果在这时候呢 再给他们一些多样化副食品 让他们接触这些食物抗原 有可能可以帮助小朋友 肠道免疫系统的成熟 既有少量刺激提高对过敏食物的耐受性 研究更发现 一岁以前吃到的食物种类越多 体内过敏球蛋白素质就会越低 罹患过敏的风险降低到四成以上 不过注意添加方式有原则 先试一种 那试一种大概四五天之后 OK了我们再试第二种 那慢慢的徐徐渐进 把那个种类再多增加一些 只要发现宝宝有出现红疹或呕吐腹泻 就要停止喂食 但医师表示 过敏体质会随着环境跟自我免疫力改变 别担心过敏就应业废食 在一期闻周城检元集特别报道 蜂蜜柠檬最近成了相当热门的饮品 但看似健康天然的冷饮 其实也并非是多多益善的 今天的数字密码50就是要告诉您 蜂蜜的每日食用上限 不得超过50cc 大约是两大汤匙左右 因为蜂蜜依旧是属于精致的糖分 吃太多血糖会失控也容易发胖 红的饮料就是蜂蜜柠檬 柠檬加上蜂蜜酸酸甜甜 但蜂蜜不是加越多越好 蜂蜜也是属于精致糖的一种 20克的蜂蜜 热量60大卡 等同于三克方糖 蜂蜜其实也是精致糖的一种 蜂蜜吃太多 其实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容易吸收造成肥胖 一天蜂蜜吃超过50cc 就会超过一天精致糖摄取热量的上限 挤出来的柠檬汁大概40克到50克 蜂蜜大概就会用50克 一杯蜂蜜柠檬饮料可能就会超标 蜂蜜里头含有少量矿物质和叶酸 营养成分没有想象中的高 民众不要对蜂蜜柠檬有迷思 以免喝太多造成肥胖 大爱新闻 江丽君王光辉台中报道 以现行的医学科技 这失智症依旧是无药可医的 慈基大学医学系的刘怡君教授 带领团队与中研院中山大学等等 共同合作 发现了海洋当中的一种 双贴类化合物 可以促进记忆存取 依据国际失智症协会资料显示 现在每三秒就增加一名失智人口 但到现在依旧没有特效药 不过慈基大学研究团队给出新的治疗方向 那像阿斯海默症啊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大脑的疾病 譬如说像癫症 像自闭症 其实都跟记忆的提取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们就跟中山大学合作 还有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就有很多的海洋化合物 慢慢慢慢慢慢的去筛选 历经八年团队终于从海洋中找到双贴类化合物 发现可以抑制神经传导中的甲离子增进记忆的提取 就好像我们跳高好了 它现在可能要跳到130公分 它才能够跳过去 那所以呢这个药物呢 可以把甲离子的电流稍微压低一点 再压回100公分或是90公分 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跳过去 那动作电位就比较容易产生 神经细胞的传导就比较有效率 那记忆的提取就比较正常了 海洋是地球生命之母 而现在科学家也开始寻找更多海洋化合物 希望未来能发展成药物 促进全人类的健康 带新闻人家庭刘洪志 华联报导 现在国内有越来越多大专院校 主打与业界接轨 让学生毕业及就业 台北科技大学更全面要求 所有科系的学生必须要将实习列为必修 就有企业甚至开出了实习有津贴可以拿 每个月高达有三万元 不过这饭碗可不好捧 尽管只是一位实习生 也会被当作正式的员工来看待 一周必须要上班五天 还要负责产品的开发 同学们天吕丽丽详细询问真彩细节 北科大首度举办实习博览会 有五十家企业提供超过三百个机会 应该是要找跟职业相关的 就是我有陆续在看很多公司 然后差不多都是跟电脑或是精力设计有关 我觉得最少是医药 就是至少就是两万二这样 至少就是通车还是坐车吃饭什么 有人希望学以致用 有人则希望实习有补助 现场就由厂商喊出每个月30K的津贴 比不少社会新鲜人的起薪都还要高 不过当然也是有相应条件 像暑假的话 我们当然会希望礼拜一到礼拜五 他们都要来跟我们一起上班 那上班期间工作压力 其实跟正值来说是不上上下的 那正值在Under在我们主管的压力之下 会去做一些产品的新的开发 求学阶段就得先面对职场挑战 北科大落实校外实习必修 暑假八周共三百二十小时 可以拿到两学分 一学期四隔半月的话会承认九学分 校方目的是产学接轨 业者则可以先抢人才创造双赢局面 我们也跟他们讲说 就站在一个技职体系公费生 我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名词 去跟他们做解说 你要求财若可的时候 那你先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 让学生去熟悉你的企业 并且用比较好的待遇 来成为你的公司留财的优势 观察会发现能开出津贴的 多数是要找高科技或化工类学生 不过依据教育部年初拟定的实习专法 给不给今天其实是要看实习内容 是一般型还是工作型 目前却还没有明确细向出炉 同学们只能多看多听 去选出最适合自己的实习机会 大约新闻 黄一家李明华台北报道 实令蔬果胡瓜也就是俗称的大黄瓜 容易染上白粉病 影响到产量以及品质 过去普遍是用农药来抑制 不过现在台中农改厂 是研发出了一款天然维生物菌种 防治率已经超过了六成 那可以看到白粉病 它就是在叶片上面会产生白色粉状物 才刚生长的胡瓜植株 叶面上就布满大小白点 甚至干枯变黄 因为染上瓜类常见的白粉病斑 它会吸取这个植物的养分 导致说它叶片到最后 它会枯黄死掉 那严重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产量 果形还有品质 为了要抑制病害 同时降低化学药剂使用 台中改良厂开发出 有益维生物菌种水旋剂 它的防治率大概会有达到六成 那六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足以说让目前整个瓜类的产量 还有它的品质能够得到确保 四年来实际运用在田间测试 成效卓越 染病后喷洒防治率有六成 染病前使用更高达七成 多年研发成果 有土壤中筛选出的 液化淀粉芽包杆菌 因为具有抑制病菌生长能力 制成浓缩有机发酵液 稀释两三百倍就能广泛使用 重点是安全无毒 而且通过动物试验 长期单一使用这个花权农药的话 它白粉病会很 会诱发一些抗药性菌种的风险 那最后期它防治就会比较不好 抗病成效 未来还能作为其他蔬菜病害防治参考 超农药减量目标 又更迈进了一大步 大约新闻消息节 许云豪台北报道 劳动部开设职讯班 在培训过程当中 制作出了大量的木桶家具 法规上是属于政府的财产 不得进行买卖 不过这上百件的木制桌椅 现在是无偿提供给弱势家庭 真正仪式把木家具送给 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眼前这一批都是选手训练 做出来的成品 民众想买还买不到 这些作品其实是非卖品 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纳为财产以外 就作为展示的用途 这130多件的家具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的放入 真正能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生活上 让他们过得更舒适 更温暖 100多件桌椅 小巧精致 其中有五分之一 是有选手知道要帮助弱势 利用自己时间制作出来 17岁在中兴已经训练两年 朝国手之路迈进 洪昆宏平均五天要完成四件作品 用意在专精技术 现在训练的成品可以行善 让洪昆宏更有动力 做快点 看能做几个给他们 然后在时间内做完 然后赶快送去给他们 对 累积下来的话 二十几件 原来过去选手训练的成品 一部分会将材料拆除 重复使用 大型家具提供展示 还有上千件的成品 因为属于政府财产 就堆放在仓库 这一次选出了百件适合的 物品捐出行善 让资源活用 也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大家新闻 朱龙肖宏台南报导 今天11月20号 是世界儿童人权日 要带您重视 全世界孩子们的人生安全 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其中在一些战烂国度 为开发国家等等 同婚的情况 依旧是非常严重的 几个数据要提供给您 平均每两秒钟 就会发生一起同婚 而全世界 每年就有高达150万名的少女 他们是在18岁以下 就被迫结婚了 丧失了求学 求职 甚至是生命存在的意义 像是这个案例要提供给您 这是发生在南苏丹 有一名父亲 他公开在脸书上 卖自己的亲生女儿 最后他换到的是 500头牛以及1万美金 在社群网页上销售商品 是近年来流行的消费趋势 但公然贩卖少女 广妖大众竞标 这样的案例就相当令人难以接受 脸书怨然成为犯罪工具 非洲南苏丹日前传出有父母 在脸书上贩卖一名17岁少女 引发外界踏伐 高度贫穷和缺乏教育 同婚问题日趋严重 不只是南苏丹 全球每年约有150万女性 在18岁以下就结婚 等同每两秒就有一名女孩 成为儿童新娘 全世界印度同婚人口最多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 连美国这样进步的国家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专家表示许多未成年人 没有选择 被迫提早进入婚姻 因此剥夺了他们的童年和学业 没有受到完整教育 让他们在家庭受家暴几率较高 在社会上更容易受到歧视 同婚对女孩是隐形的暴力 又如何终止这样的情况 国际组织持续提倡正确观念 希望国际同婚问题可以趋缓 大爱新闻洋情编译 好 但你看到这个国家 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通货膨胀相当严重 引发了社会动荡不安 更加速了暴力冲突的发生 平均在这里 每个小时就有三个人死于分明 甚至连大白天光天化日下 都有民众持枪 在街上游荡相当的猖獗 照片上的男子 脸上带着笑容 晒日光浴 这是亚米莱的兄弟威利斯 但是在两年前 不幸成了刀下亡魂 这里没有一个价格 只能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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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利斯当年 被一名19岁的男子赐死 原因还只是凶手 想抢她的智慧型手机 亚米莱表示 现在委内瑞拉街上 大家都用旧型手机 把智慧型手机留在家 以免成为枪匪下一个目标 美国首都卡拉卡斯 是全世界第三危险的城市 人民连在大白天 都有可能遭到生命威胁 只是一瞬都关注 在uccside Caracas 停止 radio Ahhh 他們來開門,示範他們的槍, 請我們電話號碼 我們很幸運有一個安全保護 以及兩個警察 根據當地非政府組織 委內瑞拉暴力觀察統計 國內平均每小時就有三人死於謀殺 而美國政府因為貪腐程度嚴重 反而是造成犯罪率飆升的元凶 根本不受國民信任 多數人只能靠自己 有些房屋外圍可能有兩道牆 就怕榴彈掃進來 而有車的人一定會安裝防彈玻璃 有些車廠就專門提供 加固車窗的服務 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自保的高昂費用 而且國內通膨嚴重 人民連吃飽都有困難 惡性循環下 委內瑞拉這個國家 更難擺脫全球安全指數 吊車尾的惡名 打來新聞整於選編譯 美國加州森林大火燒了將近兩個星期 現在好不容易火場逐漸被控制住了 不過已經釀成了八十多人喪命 還有一千多人至今是下落不明 數據更顯示這段期間 靈火所造成的空氣污染 已經等同於整個加州一整年 交通所排放的廢棄量 這也等於打臉美國總統川普 他曾經說過暖化市場騙局這樣的論調 森林大火冒出濃濃黑煙 籠罩整片天空 加州零火燃燒將近兩個星期 不只燒毀住宅污染當地空氣 現在甚至可能影響全球氣候 環境變化會更加壞 我們必須取出一步 去減低它的頻率 去減低它的重量 NES的運動是一部分 最新研究估計 這次的火災 光一週的碳排放量 就等同整個州一整年 交通工具排放的總和 野火增加溫室氣體 地球變暖後 原本緯度高 不亦起火的地區 火災頻率將會增加 形成惡性循環 但美國總統卻不這麼認為 川普甚至語出驚人 堅持全球暖化對靈火只有些許影響 大火原因主要和地方森林管理不善有關 芬蘭總統佛仁有說過這樣的話 川普的說法也讓芬蘭民眾 聽得一頭霧水 紛紛在網路上嘲諷 在芬蘭的言論 我們再次引起爭議 更有人提醒 他應該多聽聽專家的說法 不要忽略 暖化對美國造成的嚴重衝擊 大愛新聞揚情編譯 再過兩天 就是西方相當重視的感恩節 對於這一群靈火災民來說 這心靈感受就特別難熬了 有餐廳是免費開放 給受災民眾入座用簽 還有來自於各州的愛心卡車 紛紛的佔運物資 美國的冬天 早上八點還是一片黑 但是在買愛心物資的大卡車 正要趕緊前往災區 帶給災民溫暖 還要讓辛苦的救難人員 好好休息 恢復元氣後繼續救災 你們有些地方 和酒店 你們會設計嗎 對嗎 我們有兩位酒店 在Chico區 所謂的第一次回答人員 我們只想覺得 為他們做一些事情 他們為所有人在那裡 他們真是英雄 所以我們想做一些好事 我們帶來25個洗手間 醫療師 所以我們會在每天天 原本應該是全家團圓的感恩節 但今年加州靈火災民很克難 因為家圓和資產 在大火中被燒毀 許多人只能搭帳棚露宿 沒有多餘心理思考 怎麼慶祝節日 現在沙家緬度全郡動員提供幫助 在市區的食物銀行 將來自各界的愛心 分發給災民 讓他們好好享用感恩節大餐 大批民眾聚集在露天廣場 手上都掛滿大包小炮的食材 最好的是聯絡211 即使去網站或打電話 還有餐廳全面開放 免費提供餐點給災民 周遭做的都是陌生人 但因為大家共同經歷過可怕火災 更能讓彼此加油打氣 渡過難關 人們在一起 像我們從來沒有看到的 這是一個奇蹟 這是一個奇蹟的奇蹟 我今天很感謝社群 我非常感謝自己 離世了 很感謝我離世了 很幸福 看到人們 有很多糟糕的事情 在過去月中 看到他們笑著一晚 美國人將感恩節視為 能夠將大家的心 凝聚在一起的日子 此時此刻 對加州災民來說 今年這個節日 似乎比往年更加溫暖了 我非常感謝你 這是我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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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新聞 鄭雲璇編譯 凝聚在一起的信念 也無關宗教 此季在加州 也盡了一份心力 設立工作站受理災民登記 為後續震災發放來做準備 我的妻子和我 失去家 我們看到我們 幫助我們可以 來這裡 我們有個房間 我們有個房間 在Oroville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會做什麼事 所以 所以 很悲惡 事情要做的 我不是要做什麼 我會在CNA 在Paradise 但我的房間 是無所在 現在我找來 工作 在大陸 我家住在大陸 大陸 都可以 在一家手裡 所以我們不能 去跟一家 因為 我們都不想 走 所以 our options are. What kinda helps out there. We are not gett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so... My home was burnt down. I'm staying with my daughter in Sacramento, my sister and I. We are opening up the center to have people come in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campfire 去聯絡跟 FEMA 同時跟県州和県州 從那裡我們可以開始開始的項目 在嘗試給他們支援 我最近在車營營 所以我比較熟悉的情況 和你的組織與 TCU 二十位志工大老遠從灣區各地方來到這裡 我們最主要真的是要幫助 這次火災的災民提供各項服務 尤其是撫慰他們 讓他們有機會能說說這幾天很郁悶的心情 也瞭解說我們整個社區 有多少多少的資源能夠協助他們 火災在我的家裡 那是在西方的Chico 那時候我決定準備要逃避 然後我被請求逃避 它沒有燃燒家裡的地方 但是它燃燃了很近 就是在西方的區域 我們有一個好的系統 有很多人在努力 幫助這些人 我們必須能幫助他們 而很多人都在考慮他們的資源 都在考慮他們的資源 都在努力工作 我認為他們是很好的人 正值感恩節期間 也是民眾踴躍圈款的高峰期 全美各地志工也為了加州 在街頭發起了木刑木案 群眾在這個大火之後 重建家園 我們除了一點微薄力量 人們已經失去家 一個小的姿勢可以幫助很多 謝謝你 大家知道加州在大火四面 很多人在受難 非常非常高速 能夠給一點這樣愛心 就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愛 就希望大家都能夠這樣做 很高興今天能夠帶著孩子 機會教育他們 能夠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心裡就想 我們多募一塊錢 這些受災的人 他們就多一塊錢的好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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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海外精进研习营 第三题次 今天在台中静思堂圆满了 正月上任和海外弟子们温馨座谈 有来自于五大洲 二十四个国家地区的志工 大家有的人热情 有的人内敛 不过都是一股不变的向心力 来自拉丁美洲的热情 墨西哥慈祭志工活力满满 连发心力愿都如师一般 文情并茂 海外精进研习营学员来自五大洲 多达二十四个国家地区 相较于中南美洲热情奔放 泰国的张秀之显得内敛含蓄 章秀之家住慈祭泰国分会附近 在静思堂兴建期间 他就很关注这个团体在做什么 经过考察时政 他加入慈祭行列 坚定未来的方向 天下需要职制因缘 去接引了天下人人 发挥菩萨这一分的能量 人间有菩萨 很自然就苦难人得救了 慈祭大家庭增添生力军 上人期许弟子 身体力行在需要之处 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大爱新闻 李亚平洋 俊廷 黄兆颖 台中报道 这次营队当中 您也看到了许多动人的幕后花絮 都是透过中区人文真善美团队的 镜头跟文字记录下来 接下来就要带您看看这一群 平时隐身于镜头背后的幕后英雄 志工陈振元半年前离癌 完成化疗再次出勤 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 持续就持续地走下去 这就是人文真善美的精神 随时随地用镜头 用文字为词记写历史 能够参与这个大型的活动 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可以持续学这是很好的事 从打光 拍摄 收音 写稿 环环相扣 影音 照片 文字 缜密结合 设计这一套人 让我们在自己次来的时候 能够成功 采访过程 语言翻译也不可少 慈亲同学王孟佳欢喜承担 师傅要我走 我就想说 当成一个机会可以去学习 老中青三代 合合互协 呈现完美记录 把持续的历史记录 更完善 更完美 这是我们 这种应该要承担的任务 希望我们这样可以传承 更多人一起来学习 人文真上美团队 记录美善 为归来的海外家人 留下动人的每一刻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宫 台中综合报道 花莲少年关护所 50年来头一回 在社房里有电视可以看了 这是慈祭制证了15部的电视 安装在各个社房里 让收容人可以收看 大爱新闻以及大爱剧场 正向的观点希望能够带来正能量 固定螺丝 架上电视 看着大爱剧场顺畅的播出 装设电视的大工程终于完成 50年来 华莲少年关护所 这房第一次有了电视可以看 送上这份礼物的 是长期关怀与互动的慈祭志工 我也希望能够用上人的 这份关怀众生的心 希望也能够来帮助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困境 为社会做更好的事 15部电视会在固定的时间 播放大爱新闻及大爱剧场 志工也鼓励年轻的收容人 不要因为曾经犯错 而放弃自己的未来 今天各位要想 我只要把我的行为 方正好以后 我的一心向上 我也是一个好 同学有电视机可以看 他可以跟社会接轨 让他感觉到说 这个社会还是很有爱的 让他对自己产生信心 减轻他们在弧行的一些痛苦 收容的同学们 带着自制的感恩卡片 要送给志工 感谢有他们的关爱 让人生又燃起了希望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范吕昭花联报导 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冬季 不过现在统计 从嘉义到台南 已经发现 1900多只黑面皮鹿 提前来过冬了 比照特征加上脚环便士 百分百确定 由台江国家公园 管理处细放的黑面皮鹿 T69又回来了 T69它是2015年 肉毒感菌事件受伤 然后被成功救火 然后也放 那从2015年到现在 它连年都 我们都有记录到 它又回到台湾 不止老朋友回来 今年5月在韩国 繁殖细放的 黑面皮鹿新生儿 V55和V71 也来到台南七谷 韩国那边有五十几 五十三只的新生儿 黑面皮鹿 我们在七谷顶三 商鸟店这边有几乎到三只 去年全球黑面皮鹿普查 有3941只 台南七谷也成了 商鸟人士最爱拜访的地方 黑面皮鹿这边是一个 专业的保护区 在我们台湾最完整的保护区 所以才会想到来这边 而且它的黑面皮鹿数量 也是最多的 黑面皮鹿爱来 见证环境保育有成 每年9月底到隔年4月 黑面皮鹿都会栖息在台南七谷 请大家多多爱护这群 远道而来的教科 大爱全文派云正正日平 台南报道 镜头要继续带您 留在台南这个地方 这里从教育古籍观光 都运用了双语 借此提升府城的国际魅力 如果说台北的坐标是捷运站 那台南的坐标就是古迹 而且很多是混过血的 安平古堡是荷兰统治时创建 期间被英军所毁 又在日治时期重建 旁边的树屋 则是英商德济洋行的仓库 古堡另一侧 一载京城 则是为了防日军 请来法国工程师打造 小小一个安平像是联合国 现在就连知名英语广播电台 ICRT一年前也进驻台南 跳脱硬邦邦的历史资料 ICRT特派记者Rober 替古迹重新撰稿配音 成为各景点的英语刀览 后一段时间都看得到一样 你这边有黄色的东西 还有金色的东西 还有这个神的东西 你不知道什么是 但是这些新的 电视连续游戏 现在由政府的资料 都非常选择 现在你能够发现 that the city's temples are really fascinating 跨時空的解說 英語融合歷史故事 古籍內還能學英文 安平 fought the oldest fought in Taiwan the oldest one what was the fort built He is the loyal general from the Ming dynasty Let's see the old city wall It was built by the Dutch 舍棄傳統課桌椅 紅磚骨牆環繞 歷史英雄相伴 這裡是西門實驗小學的英語課堂 國語的解說完之後 也會教他們英語的部分 因為他們這樣子以後可以 如果說有外國的小朋友 來我們學校參觀 他們就可以用英語來解說 不僅上課地點很活潑 西門實效跟其他國小不同 從每週只有兩堂英語課 提升到六堂 在教室裡學的英文 就是那幾個單子 但是出來學你可以學到很多 我們跟老師對話 也是用英文嘛 然後也是就是一般會用到的英文 然後在教室 有可能只學到那種專有名詞之類的 在校內從小一開始就有外式授課 把英語成為上課工具 部分科目全用英語教學 模仿荷蘭雙語教學計劃 大家總是認為小朋友聽不懂怎麼辦 那聽不懂我們還有其他的方式啊 因為語言的輸入它不是只有靠聽覺 它還有包含透過我們老師的教學活動的設計 可以多元的設計的活動 讓學生他會認為英語不是必須背的 英服考試的學科 是在他的生活上 在他們的學科上面 是可以聽得到的語言 能去增加英語的授課 那讓學生他會覺得英語是很自然的 在生活上的一個事情 6加6就是什麼 20 20 8 8 8 從家鄉開始 撒下英語的種子 扎實呵護 讓這群孩子未來到世界美的角落 都能自然又輕鬆 分享互相的美 介紹帶您關心勾頭第13案的內容 第24公投投什麼 第13案 你是否同意以台灣為全民申請參加 所有國際運動賽事 及2020年東京奧運 以台灣為全民申請投同意 非以台灣為全民申請投不同意 1 2 4 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大家晚安 今天東北風稍稍的減弱了 所以其實雖然說東北風吹拂還是有一點涼 但是今天有局部地區都有陽光露臉了 特別是北部跟東部地區 終於不再這麼的虛涼 雨勢也稍稍的趨緩一點點了 從衛星圖上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面的 這個熱帶性低期 接下來持續的發展並持續的潮汐 這個穿越了菲律賓之後會進入南海 雖然說距離台灣感覺好像蠻近的 但是其實對台灣來說直接的影響不大 雖然說外圍雲汐會帶來一些水氣 不過其實未來這段時間 台灣各地還是主要是受到 北方的天氣系統影響 像是今天就是受到微弱東北風的影響 整體來說氣溫還是比較偏低的 那麼預計在明天隨著冷高壓 逐漸的東引出海之後 風場會轉成偏東風 這個時候天氣狀況就會比今天 再更穩定更溫暖一些 只是很快的禮拜四 又會有一波新的東北風增強 到時候北部跟東部地區 又要轉成一個濕濕涼涼的天氣形態了 而且這波東北風強度會比較強一些 預計在北部空曠地區低溫 有機會來到只有17度 我們進步來看下降雨的分布 預計明天剛剛提過了 因為冷高壓逐漸東引出海之後 這個東北風減弱了 所以全台各地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降雨只有非常局部 非常零星的地區而已 整體來說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氣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很適合洗衣 曬洗衣物 那麼到了禮拜四 禮拜五 東北風再度的增強之後 可以看到在北部跟東部地區 又會轉成一個 須須涼涼涼的天氣形態 要等到週末假期 天氣才會逐漸的恢復穩定了 進一步來看一下溫度的變化了 其實最近這段時間 北部地區的民眾感受一定非常的深 這個氣溫上上下下變化的很大 常常會有一種忽冷忽熱的感覺 未來這幾天同樣的也是 預計明天北部地區的高溫 就渴望可以回升到27度 很舒服 很溫暖的氣溫了 但是很快的到了禮拜四 東北風增強之後 北部地區的高溫掉到22度 低溫更只有18、19度 空曠地區更不排除 有機會來到只有17度左右的氣溫 真的是氣溫變化 溫差變化非常的大 特別提醒你要多加留意 那麼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 氣溫就會逐漸的回升 回到一個比較舒適的溫度了 好 至於在南台灣呢 則是維持日夜溫差大的天氣形態 未來這段時間呢 其實都是中午高溫 大概28、25、29度左右 有一點點偏悶熱 但是清晨跟晚上的低溫呢 又會降到22度左右 日夜溫差其實蠻大蠻明顯的 同時南北的溫差也是相當的大 特別是在禮拜四 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 感覺會比較溼涼一點 提醒你南北往返 務必要多加留意你的穿著了 所以來看一下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這一段時間 其實全台各地整體來說都是好天氣 就只有在東部地區的局部地區 像是宜蘭 花蓮的局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降雨而已 其他地方其實天氣中後 都很穩定 都很不錯 只是穩定的情況之下呢 明天在西半部地區的空氣品質 相較之下會比較差一點 特別是在南台灣 今天其實南部地區的空氣品質 很明顯的轉好了 不過明天呢 因為風速又開始減弱 所以在南部地區的空氣品質呢 又會到達橘色警戒的等級 特別提醒敏感族群外出 就要多加的留意了 所以最後給大家一點叮嚀跟建議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氣 很適合外出或者是曬洗衣物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特別是在北部跟東部地區的民眾 真的要好好把握明天的好天氣了 因為很快的在明天晚上 東北風又會再度的增強 禮拜四呢 北部跟東部地區 又會轉成一個 順順涼涼涼的天氣 而且這一波東北風的強度 會比較強一點點 會感覺比較涼一些 北部地區呢 低溫下探道只有17 8 度左右 所以務必要多加留意 這一波的問差變化 小心不要穿錯衣服感冒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報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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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日起在脸书YouTube Line以及IG这四个网络平台 您都可以看到大海新闻相关内容 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一下QR Code就可以浏览了 而最后带您看到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有这么一只相当特别的警犬 它的体型一点都不回舞而是很娇小 确实当家警犬它是混血的急娃娃 还兼任有狗医生相当的疗愈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 感恩您的疗疗